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再回来看这件事情来讲 你看朱立伦这样的讲法 其实也很怪 为什么很怪 就是朱立伦跟侯友宜的关心到底是什么 我们所听到的其实这两个人也是相敬如宾 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一定又不高兴 可是你看你刚刚说朱立伦跟他讲的两个人有差 但是其实侯友宜他也是说大家都是好朋友 这样就不错了 为什么不错 朱立伦有加一个永远两个字 这个有职场伦理的 这个职场伦理是怎么样 就是说朱立伦是提拔侯友宜担任新北市副市长 我那么讲就是那个时候 侯友宜在警察大学校长的时候 其实蓝绿都有人找他 其实那时候他不同的选择 那因为那一年其实民进党也在 比如像陈明文他们也在找嘉义县县长的人选 那朱立伦则是找到了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在桃燕的时候 朱立伦是他的长官 他是桃燕县县长 所以侯友宜当时做了一个选择 他承诺了朱立伦去当他的副市长 那人生的路就是这样子开始有了不同的风景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桃燕跟新北这两个地方 都是朱立伦都是长官 因为在职丑人影上 我们应该会用一个比较尊敬的语气 会讲说朱立伦永远都是我的长官 好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朱立伦永远是我的长官的时候 那万一要选党主席 朱立伦是势在必得了 侯友宜怎么去跟他抢 除非侯友宜不想这件事情 那侯友宜不想这件事情呢 好 这个不是我跑道的 这个就必须讲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叫尚义夫 好啦 其实在自由时报出来那一天 我跟尚义夫两个人 我们就来聊这件事情 那尚义夫就有打电话去问 就问到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江启成的那个党主席补选的时候 侯友宜最后的态度我不确定 可是侯友宜下面的幕僚 曾经评估过要不要参加党主席补选 我再讲的是因为这个要很小心 侯友宜的态度我们不知道 但是侯友宜的幕僚 补充一下侯友宜的幕僚没有太多 侯友宜的幕僚曾经评估过党主席不选 那那时候为什么不选 目前所知道初步的原因第一个 因为他2018年才上任 然后又经历过韩国瑜的那个事情 那个时候出来不恰当 太快了 而且你才第一任 你就去接那个党主席 可是最近听到的说法是因为 因为后来经过罢韩 还有江启成这一连串的反应 状况不是很好 国民党状况不是很好 那侯友宜在1月11号 总统大选国民党输掉了以后呢 这就是我朋友告诉我的 侯友宜当然都有些企业界的朋友 就开始有人在劝他说 要好好想想2024 那这里面有一个魔咒 韩国瑜之后 台湾政治上有一个魔咒 就是说 你如果这个任期没做完就离开 那个后座力有多大 其实我这么讲 通常来讲第二任离开 第二任你要做到过半离开 一般不容易被讲话 可是因为韩国瑜的这个例子里面 现在这个所谓的 要做好做满的这个问题 没有人敢轻易的尝试 所以你回过来看一开始 自由时报两天前的那个专访 其实他里面讲 他本来第一段是讲的是说 因为就是未来的事情不知道了 我们先把当下做好 我也不是一定要连任 如果你只有讲这样子的 侯友宜我还不会讲说 他的侧风向 是因为后来你把整个 北台湾龙头的那个气图心讲出来 一个要选新北市市长 已经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犯什么错误 然后是打拼天下无敌手的人 不需要去把气图心 那么现在就表白 他要当北台湾龙头 北台湾的龙头第一位在地方政府里面 永远是台北市 是因为台北市是我们的首都 对 他是中央政府的所带 就是台北市之所以会变龙头的原因 不完全是因为说 他是最早的直辖市或什么 是因为中央政府在那个地方 中央政府在台北市不在新北市 所以有很多政商的发展 政治跟企业各方面的发展 你当然是以台北市作为一个火车头 可是侯友宜的气图心在哪里 他想扭转这个 他想把新北市的位置拉出来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综合结合起来 再看到8月1号李梅珍 你观察侯友宜的下一步 就是他用自由时报这个专访 放了一个风向在测外界对他的反应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9月要不要 如果国民党提前改选党主席的话 他会不会投进来 那抢党主席要干嘛 2018年到2020年告诉你一件事情 国民党的党主席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所以党主席很重要 好 来来来怎么看 其实侯友宜有气图心 其实这个是人之常情的 你今天你想想看 当初韩国瑜 市场那时候韩国瑜很多人劝他说 你只有做高雄市长就只做三个业 你一下子去选总统 那你大家没办法接受 尤其是高雄的也没办法接受 可是韩国瑜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说我好像从来没有离总统位置 这么近过 那时候很多人拱他 你看韩魂多疯狂 韩魂多那个 所以他认为说 他离总统位置是最近的一次 假如他这一次不出来选的话 那还等到什么时候 那以侯友宜来讲 他现在民调是蓝眼里面最高的 你大家都以为说 那个什么朱立伦对他有恩 有恩又怎样 对不对 那不然假如像他选总统 选上总统 让你朱立伦当行政院长也不错 我给你个位置 那现在就是要看选得上 那现在蓝眼里面 当然民调最高的 最得人心的是侯友宜 对啊 那你朱立伦 朱立伦其实在国民党里面 大家都以为说 哎呀他要选党主席的话 除了那个什么韩国瑜出来 跟他选以外 否则他是一定是可以拿到手 可是朱立伦事实上 在国民党里面 是很多人讨厌他哎 你看他当时换柱 有个人都会认为说 他扭扭捏捏 对 你看你国民党最 最大家诟病的 他国民党的党员 最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 你应该你要的话 我就是要 对我就勇于承担嘛 我就是勇于承担 我就是 我就是 在那边扭捏 对啊 你看上一届 他就是扭扭捏捏嘛 他就不出来选 那弄巧成拙 弄了个洪秀柱 那大时候大家认为说 洪秀柱很勇敢啊 我一个女生 他愿意承担 那国民党里面的男生 没有半个愿意承担 只有他赶出来承担 那时候大家很佩服他耶 所以你看那时候换柱 其实换柱对于 那个 朱立伦是大伤啊 尤其是他又选的那么难看 他在台北市选的比 对啊 比那个 比联盛文的票还要少 所以大家这种 记忆犹新之下 你说真的想 朱立伦要选 选党主席 真拚的啦 因为我的了解是 国民党里面 很多人都要反他嘛 那你当然 当然有人讲说 哎呀国民党 国民党那个 好像传统上 好像都没有选 那个本省级的人 出来选总统 那又何谎 国民党的观念要改 观念要改 对 只要能够当选 谁出来选都无所谓嘛 那侯友余他现在他最高啊 那侯友余也会觉得说 他离总统位 比较近的时候 那他假如他再等 再等四年 大家都知道 政治是很冷淡的 你看看那个 那个柯文哲就是一个 最好的例子 所以他们两个互相说什么 我们都是好朋友 那到时候也不对 讲当然会这样讲 他总会说 我们两个是竞争队 我们两个是坏朋友 通常拿刀户砍前 都会这样 对啊 一定是这样讲 政治人们都会先这一招啦 好 我们稍微回来 我们再来谈这个 有关于这个部分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有关于 这个疫情的部分 因为现在全球感染 武汉肺炎的人数 不得了 已经超过了 1700万人 而且死亡人数 超过67万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最新的新闻带 面对病毒侵略 一堆人口罩不戴 这又是不戴 美国多州持续爆发疫情 死亡病患已突破15万人 包括铁齿坚持拒绝口罩的共和党籍众议员 戈莫特也证实确诊 害得至少三名同僚自我隔离 司法部长也陷入染疫风险 不止美国 日本也水深火热 29号首度单日病例破迁 东京大阪都破纪录 连最后净土 岩首县也失守 47都道府县 全面沦陷 还有中国疫情也谷底反弹 28号新增确诊101例 创3月以来单日新高 新疆最严重 北京也连续第二天出现 确诊者 法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392例 累计确诊185196例 法国疫情回温 单日新增近1400例 创一个月来新高 印度超过150万人确诊 维持全球第三高 成为染疫增速最快的国家 俄罗斯24小时内有169名病患不治 总统普丁警告应对秋冬疫情恶化 全球疫情继续爆 民众想出国 恐怕还得再缓缓 三连新闻 全部的报道 我们台湾这边疫情趋缓 可是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真的很惨 全球确诊现在超过了1700万例 超过67万人死亡 好 现在排名最严重的还是美国 再来巴西 然后再来是印度 但是你看看最近24小时新增的top5 number1是巴西 再来还是美国 然后印度 好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最新的统计资料 就是到台湾时间 今天上午4点多周 那么美国累计确诊439万8000多例 死亡人数突破了15万人 来到15万62人 那么在美国这边 当地还有很多意见分歧 像是这个工卫专家 好莱坞明星 很多人都说要戴口罩 可是有些民众还是认为说 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 然后也有人说 那些数字都是假的 政府骗你的 所以还是很多人不戴口罩 那包括法国也是有疫情回温 日本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对 其实你去看最近全球统计数字 你真的会吓一跳 最近六周全球病例大概增加了800万 可是大家你记不记得前一个800万花了多长的时间 从今年的1月一直到6月中 整整花了5个半月 第一个800万是花了5个半月 第二个800万六个礼拜 吓死人耶 那我不希望有第三个800万 如果照这个速度下 第三个800万可能搞不好几天而已 搞不好一个月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生活在台湾 会有一种错觉 这个疫情好像没什么问题了 你看那个我刚刚看的新闻 那个报复性旅游 日月坛七亿的商机 那个卖铁蛋的阿婆卖到手都快软了 就大家抱不心理 你活在台湾 你会觉得这个疫情好像结束了 甚至我们现在台湾买口罩 还可以挑喜欢的颜色买 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有马卡龙色 对 可是你看全世界的疫情 尤其最近这一个半月以来 其实比第一波爆发来得更严重 尤其这一波集中在南半球 巴西 其实它有一个国家被很多人遗忘 厄瓜多 厄瓜多已经惨到是 人得病往生之后 它是已经曝尸荒野 因为不要讲医院没有病床 连冷冻柜都没有了 可是大家别忘了 厄瓜多是全世界排名前面的石油产油国 这个国家要变成这样 所以你去看这个状况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病毒第一开越来越狡猾 就是它的传播的途径各种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这些欧美国家的人 为什么叫你剃气 早就跟你讲戴口罩有用 对 他就说我的身体我自己决定啊 你的身体你可以自己决定 可是你得了这个病毒 你会传给别人 你决定了别人的身体啊 对啊 所以怎么讲就没有用啊 他就是这么想 那要不然你的身体你自己决定 现在问题是说 你不知道你身上有病毒 你不知道你会传染给别人嘛 你的身体你自己决定的定义就是说 你干脆用防毒面具把自己包起来 或者用保鲜膜把自己包起来 这就是你的身体你自己决定嘛 你不要影响到别人 对 你不要影响到别人 对 你看连那么铁齿的川普 都改口说戴口罩真的有用 川普一开始是不鼓励大家戴口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 还好就是说 这几天听到一个好消息 包括说疫苗的开发可能有好的 然后我们的国卫院的治疗的药物 好像也有好消息 甚至我们的中药材这个白匾痘 听说但是那个路比较远 就算是初步研究结果是还不错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节骨眼 大家会很好奇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 最近发生两个案例 网路上很多人在讨论 就之前有一个日本的女大学生 到台湾南部的某大学读书 然后她回日本之后确诊 当时大家很紧张说 哇完蛋 那台湾到底谁传给她 结果她周边所有接触的人通通阴性 对 最近的案例是泰国 泰籍的移工 一百多个人 将近两百个人她接触者 全部是阴性 但是那个人在泰国被确诊 所以我后来想了半天 你除了说台湾人天生体质异常之外 我觉得最让保护台湾 最大的关键是在于说 我们还是比较习惯 勤洗手跟戴口罩 虽然最近戴口罩的人 已经少很多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人 会保持这种习惯 所以因为我们多了这一层的保护 所以台湾现在感觉 好像不在地球上 感觉我们是在火星上 跟这个病毒是有点距离的 可是我觉得 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你从全世界来看 这个病毒甚至比前一波 今年初刚爆发的时候 来得更可怕 所以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 那跟我们比较近的 你看看日本 日本昨天就增加了1264例 连最后净土都失守 刷新了单日记录 东京大阪都新增了超过200例 然后最后净土就是这个岩首线 也宣布新增两例 所以现在日本47个都道府线 都全境的沦陷 除此之外 就是在香港 香港连续8天确诊破百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专家 钟南山他就说 香港已经出现了社区感染 建议港府要对全民进行免费的 这个病毒的检测 好 那现在香港他们也认了说 豁免检疫入境是失策的 那现在餐厅他们也说不可以内用 但是你不可以内用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是不是要爆发倒闭潮呢 好 张教授 这个倒闭潮恐怕也是无可奈何 因为现在香港认为群聚感染的风险非常高 所以他现在很多的室内的餐厅都不允许大家 入内消费 所以最近香港这个媒体不断批评说 大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蹲在马路上吃饭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室内他们认为这个群聚感染 很难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因为香港大家如果也去过就知道 他的这个闹市里面的那些餐厅 我个人的经验是那个桌椅 大概都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二人那么大了 所以这一点恐怕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那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疫情 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那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知名的这个国师 防疫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就是张尚淳医师 他说我们现在台湾有五大挑战 这五大挑战其实就是包括 第一个就是全世界这个疫情的严峻 这个全世界疫情的严峻 就是说很多国家现在这个经济受到很大影响 比如美国最近可能公布它第二季的GDP 比去年同期可能下降的幅度 会超过百分之三十 这当然是最大的估计 但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台湾在一个全球经济界里面 会不会也受影响 那第二个我们这个张尚淳医师说 这个边境的管制要怎么样逐步的解除 这个拿捏很重要 因为你也不可能永远锁国 但是这个现在世界各国境外的这个风险 其实都还很高 第三个我们这个张尚淳强调的第三大挑战是什么 就是如何在防疫和恢复各种活动之间取得平衡 也就是说站在它的角度 当然防疫是希望大家尽量保持社交距离 这个尽量的注意到个人自身的卫生 可是各种活动一旦蓬勃开展 像大家看到最近暴富性消费 暴富性出游 这一点无可厚非 要保持很充分的社交距离 是有其困难度的 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怎么样在防疫跟各种活动之间取得平衡 然后第四个就是他讲五大挑战 第四个就是怎么样避免第二波的疫情发生 这一点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很多医生都警告说秋冬可能会大流行 这个秋冬可能会进步的流行 特别是你秋冬之后户外活动降低 说不定如果说天气又不好 大家集中在室内 这个天生就是一种很高的挑战 那最后就是怎么样取得有效的疫苗跟治疗的药物 因为现在全世界这个地方的发展 相对来讲还比较缓慢 这个还没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出现 所以怎么样取得这个有效的疫苗跟治疗药物 现在被认为是我们要面临的五大挑战的这个第五项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问题 这当然不能单靠我们台湾一个一己的力量 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只能尽量的强调 就是个人的防护要做好 甚至很多医师也都强调说 是不是适度的要恢复到 这个年初的时候的这种警觉心 恐怕是有那个必要 好那这一点就要问静怡了 因为像陈时中他就讲说 国际疫情是有海啸但没有来袭 那当然大家也非常关心 说有关于边境的管制 那现在德国方面 他们是有一个疾病防控机构 还发出了所谓的悲观警讯 说我们现在正处于急速扩展的大流行之中 他们说因为度过了平稳期之后 德国就出现反转的趋势 因为人们放松警惕 所以他就警告说 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急速扩展的大流行瘟疫之中 那怎么看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 就是在短短的这个时间之内 就增加了800万的这个确诊病例 其实本来那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冠状病毒 大家认为可能秋冬的时候疫情会上来 那时候的假设是说天气热了之后 疫情会比较舒缓 可是你现在看欧美的状况 这次病毒非常麻烦 我想根本没有什么秋冬的时候会回来 现在就已经全球都在回来了 根本就不分季节了 对 那其他的国家 它只要因为这个东西 它会牵涉到你一定会跟经济有所冲突 当每一个国家 它要防止疫情的扩散 就是要叫大家都在家里面不要出门 问题是这个会冲击到很多国家的经济 所以他们势必要开门出来 开门出来之后 你的疫情就一定会上来 那疫情上来严重到一个程度了 这些国家就会说 大家通常再回到家里面去 再封城不要出门 就闭锁 然后大家都不出门之后 你的疫情就会下来一点 可是因为它整个社区族群里面 都已经有感染者了 所以一定会不停的有感染者 在这些国家 然后一波一波的出现 那很多人在谈疫苗 我觉得没有错 疫苗是一个现在全球 因为这件疫情是它终于发生 是全球都发生 所以全世界各个主要国家都在研发 那这是一个难得全球 一起针对同一种病毒的研发 疫苗的一个时候 因为比方说像登革热 那我们只有我们都南亚的 就我们只有我们在那边认真做疫苗 没有人要理我们 可是这个疫情是全世界都要认真做 但是大家想想看 疫苗有没有那么乐观 疫苗的研发 在科学的研发来讲 我是认为应该有机会 应该今年年底年年初 可能会有一些 还不错的报告出来 但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 疫苗的数量够不够大 保证不够 第一个保证不够 因为你疫苗的原料 你要用所谓机配它也好 这个东西你全部的数量 你不能说我全部只做这支疫苗 其他疫苗都不要做了 所以你一定不够全部的人打 那就算台湾到时候有疫苗的话 一定也是特殊族群先打 比方说医疗人员 因为我们是接触太多人的人 我们可能要先打 或者我认为像军人 因为他们在像那个磐石舰这样子 你要军舰你要出去 群聚集体 那你又是重要国家任务 你是一个不可避免任务 那你打 但是你说我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 我想去日本玩八天 所以请给我一支疫苗 不可能 很抱歉你的 没有这种事情 那就像刚刚年华哥讲的 你说像美国 美国有一些人 他德国麻疹疫苗 都是敌死不打的 疫苗那个口罩叫他戴 他敌死不戴的 你说我疫苗研发了之后 他们会愿意接受疫苗的施打吗 所以有些国家 他光是就算我数量还算足够 某些高危险族群 他可能也不愿意施打 那我们一直认为说 疫苗的施打 你要达到所谓群体免疫的效果 大概这个群体 你要有七到八成的人 都打了疫苗有免疫力 那即使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疫苗研发出来 数量有一定的数量 从群体开始打 我觉得要打到全世界的人 有一定群体免疫力 你还要好几年 还要好几年 再来就是说 现在这个疫苗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疫苗 在研发过程中 它没有那种说 我研发半年就上市的 你进展再快都没有这样 什么临床实验什么的 你的临床实验 人体实验 我都要先看 你过了几年之后 是不是还有效 那这次疫苗 就算年底或明年年初 研发出来 那我也只能说 你打了之后 可能三个月有效 因为我实验做到 现在才三个月 那半年后呢 半年后不知道 那这次病毒 又是一个不断突变的病毒 也就是说 我的疫苗研发出来之后 就算我开始施打 我没有一家厂商 敢确保你 疫苗施打后的半年 它还有效 那它可能会效果慢慢降低 可能变成本来是八成的效果 变成六成的效果 意思是什么 我们每一年打流感 是不是也没有 不会告诉你百分之百有效 所以你不会因为 我打了流感疫苗 我就去跟流感的人 蹭来蹭去 不会啊 我还是会戴口罩啊 你的逻辑都一样 所以其实疫苗的施打 长期来讲 它是一个全世界 在没有办法之下 寻求的解药 但是这个解药 它真的不会这么快速的 在半年几个月之内 就告诉大家说 回到正常生活吧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其实 我真的要讲说 中国这一次的隐匿疫情 它真的是全世界 最严重的罪人 我们要很严格的 谴责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噩梦 不会这么快结束 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疫苗出来之后 这半年之后 我就可以自在地去日本玩 自在地去哪里飞 你想想看 就算台湾 现在我们这么 好的一个环境里头 你有疫苗可以打 或者是你周边的人 有一定安全程度 你搭飞机 你旁边那个印度的 巴西的 他有打疫苗吗 对 他有没有病毒呢 然后我刚刚说了 你又不敢确保 你的疫苗的效果 可以那么强 那当然 现在是有一些学者 到美国去 开始会说 那是假的 中国它有隐匿疫情 或者是说 这个病毒来自于哪里 当然我还是不敢 完全对于 现在在美国 释放出来这些资讯 来完全帮他背书 但是我至少 我们在目前为止 已经确定一个事情 就是说 一开始中共释放出来的讯息 说在华南海鲜市场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种事 它其实一定是 早就有疫情出现 那甚至我们在很多 医疗界的资讯里面 大概在12月份的时候 真的是在中国 或者是两边来回的 一些医疗人员 就已经得到资讯说 中国有疫情 请大家要特别小心 也就是说 中国这边应该在12月底 就知道有疫情了 他们的隐匿 甚至他们让那么多人跑出来 导致全球到目前为止 这个噩梦 我认为未来两三年 即使疫苗研发出来之后 就算疫苗的效果 还能够在两三年 维持八成的效果 你要达到群体免疫 都要好几年的时间 我真的认为 我一直在强调 大家都觉得说 我什么时候 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我真的比较倾向是说 第一个你口罩照常戴 你的手照常戴 因为这两件事情 不伤害你 但是所有的经济产业 所有的国家政策 你重新要思考 是要以一个 还持续有疫情的年代 你的经济要怎么运转了 不能再去想象说 我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这是没有办法那么快 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快 不过我们看到 这是因为中国 他们隐匿疫情 然后现在就引发了 全球对他们的抨击 然后变成全民公敌 之后中美的关系 越来越紧张 我们就来看到 现在最新的状况 这个BBC中文网 他们就引述了 中国一个学者的说法 说南海危机不会扩大 说真正的危险在台湾 对北京来讲 只有夺下台湾 把台湾作为核潜艇的基地 才能够在未来 真正有能力跟美国对抗 他到底怎么讲 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现在全球很多的国家 越来越多国家都在挺台湾 我们看看美国跟澳洲 现在也联合挺台湾 加入国际组织 他们还发表声明 而且批评中国破坏了区域和平 来张教授 我想这一次美国跟澳洲的声明 在外交上来讲算是比较少见 甚至可以说是首次 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澳洲是我们新南向15国里面 除了东南亚以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也是一个强化合作的对象 澳洲跟纽西兰 这一次美国特别选 跟澳洲的外长联合发表声明 其实代表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努力 以及新南向的成果 已经逐渐的受到肯定了 当然这个需要做的工作 还是非常多了 而且这一次美国特别强调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虽然今年加入世界卫生大会 世界卫生组织 还是没有这个很明显的成果 不过呢 并这个美澳这样子的宣称 这样子的这个支持 代表说今年不行 以后再来 也就是说这个也不是一个 一处可及的过程 并没有因为今年 这个年初的时候 这个高峰 就是这个加入国际组织 我们那时候声援国外 支援外国口罩 这个逐渐过去之后 就销声匿迹了 并不是事情过了就没了 而是这个美国跟澳洲 还是记得台湾在这个阶段 对世界上是有所贡献的 所以他就支持我们说 继续对这个以国家为身份的 国际组织有意义的参与 不过这当然也还是需要 我们不断的强化 我们外交的软硬实力 继续在各个方面努力 特别是国内一定要有共识 如果你国内没有共识 总是存在着各种 政治路线的这种争议 甚至于说跟这个中国 还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我想这个外国要支持 恐怕也会本身来讲 对你产生怀疑 所以其次美澳的这次 特别也有协助我们 巩固我们在南太平洋 邦交国的这个意涵 因为我们南太平洋邦交国 在我们国际组织的加入 其实是非常支持的 我们极力的要巩固 我们这些外交的前进的据点 那这次美澳愿意支持 我想这一点其实是 对我们的外交 无论如何是一个可喜 而且值得鼓励的一个发展 我们在外交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努力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也 看到美国跟澳洲 他们发表的这个声明 来挺台湾 但现在大家也很担心说 万一真的美中开战 会不会跟台湾有所影响 因为美中如果开战的话 有人就认为说 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在台湾 这是BBC去问了专家的意见 认为说可能油冷转热 还真的导致两国开战 而且他们认为说 最有可能爆发首波冲突的地点 不是在南海区域 专家认为真正的危险在台湾 因为习近平企图 在第三个任期之内 完成统一台湾 想把台湾当成核潜艇基地 跟美国对抗 而且在这个时候 那么也传说说 美国从德国撤兵数量 远超过预期 要裁减一万一千九百人 是不是为了要保留实力 对抗中国 好 这一点请教张成大哥 至于美国在德国撤军 现在officially 就是川普政府公开的讲法 是说德国不交美军 在驻美军的所谓的 我们讲保护费 保护费 保护费 我们只想把保护费 所谓的经费支持 对美国来讲 这就是个财政负担 所以美军想把一些兵力 将近一万多的兵力移走 按照现在的说法 它是移开的兵力里面 它分两块 有一块会移回美国本土 一块会移到欧洲其他地方 好 那我们 这是目前的讲法 那其实显现了另外一件 什么事情 就是说美国在各地 所谓的支持 它都需要回馈的 在我们台湾因为没有邦交 我们的回馈就是购买军购 购买军购这部分 也不能说完全不好 因为它有至少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 增加我们的武装军备力量 第二个就是 在没有实质军事合作之前 我们某种程度 先熟悉美军的装备 至少有这两个效果 但是我们回过来看 就是说到底它会不会把 撤回去德国撤军的美军 移到亚洲地区 这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只要在 因为现在很清楚一件事 它把德国的军队撤掉 它代表它对俄罗斯的 认为它的威胁不是那么大 可是对像美中来讲 它认为哪个威胁大 就是中嘛 所以它这个兵力在做移动 绝对是有可能的 不过因为我注意看的那个新闻 它所调动的兵力 绝大部分是陆军 而不是海空军 可是在我们这个所谓的 印太战略下 其实海空军比较需要 要不然就陆战队 可是它移的现在不是这个 是陆军 所以它目前一部分 移回美国本土 一部分移到欧洲其他地方 这个可理解 所以比较不堪 可能移到亚洲这边 但是我想提一件事情 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件事 美国海军陆战队 正在重新改组 我举个例子讲 美国海军战队最近 已经把它一个战车链裁掉 也就是说美国海军战的 作战事实在做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 会不会有某些兵力 从美国陆军 移到美国海军陆战队 我们要拭目以待 好 所以我们看看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调度的状况 但是我也要请教一下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因为有专家就认为说 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那不是在南海 那目标可能是在台湾 你怎么看 是这样的 有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阻止别人长大 是中国到他想强大的时候 我们有个概念是这样 海权决定贸易 我想大家都同意这件事情 那中国大陆当初的一带一路 就是中间的海权的伸张 意义是非常大的 那伸张海权里面 他如果不出第一岛链 他的海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他这样子要出第一岛链 那我们从第一岛链 从他的观点来看 从日本 琉球 台湾到菲律宾 其他都是别国 哪一国是他国 台湾叫做自己国 认为 他认为自己国家 所以对他来讲 要出第一岛链 如果有台湾这个堡垒的话 对他来讲 第一岛链就是个 对美国的第二岛链就是大破口 而且这个破口的位置 刚好是太平洋很深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刚新闻里面讲说 是个核潜艇基地 可以想当然了 苏澳港当初在日本 日本的统治时期 就是日本很重要的一个军港 而且是做什么 他做哪一部分 是日本从台湾往南部打的时候 左营是出兵出去的 可是苏澳港是维修 跟保养最重要的位置 从这个点来看 因为那时候日本的战场 是往南走 可是现在从第一岛链突防来讲 要往东走的时候 苏澳港 花莲港 都是非常好的位置 他一旦出去之后 马上到水 太平洋海沟 我们这样讲 如果他的核潜艇 从苏澳港 花莲港出去之后 哪一天从美国西洋冒出来 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美国的威胁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真的是威胁很大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回到前情新台湾 我们看看台北军售可能有新进展 因为现在传出说 美国可能会卖给我们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我们带你来了解 我先请教张诚大哥 海马斯到底他的战力有多强 我先讲一下海马斯 英文什么 我们来回头谈他这样 它叫High Mobility H-I-M Advanced Rocky System 它是一个火箭系统 那这个在我们在军事上 把这个火箭怎么称呢 它火箭其实是一个载台 它上面可以带不同的弹头 那这个火箭的射程有300公里 那上面可以带 为什么叫可以多功能载台 它上面带的弹头 就可以带很多了 高爆弹可以带 燃烧弹可以带 甚至电磁脉冲弹都可以带 那我今天如果过敷一点 我违反国际公益 我连地雷都可以带 就是地雷降落都可以 好 那它可以达到300公里 这个背景怎么来的 是在三四年前 我们汉官33号演习的时候 我们在做兵推 那时候美军评估 我们跟对岸的实力来看的时候 美军认为如果 我们可以做所谓的远距尖敌 就源头打击 什么叫远距尖敌 如果我们台湾的火力施展 可以到达 譬如说到湖北安徽这个地方 如果可以到那个地方 那他们第一线的战机 就在浙江 广东 福建 这些战机机场 就必须往后退了 因为我前面都可以打了 所以那时候就跟我们构思说 我们怎么样建立这种 所谓远距尖敌的实力 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就谈到三样武器了 第一个武器 当然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海马斯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万箭弹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 据说我们国军生产的巡弋飞弹 这三个飞弹如果我们可以建构一个500公里的防线 然后源头打击的话 那它整个叫往后退 那我们那时候国军提出要重臣贺阻的概念 所以一层一层来看 第一层就是海马斯 海马斯大概就是大陆沿岸 我们三百个人到大陆沿岸 第二层就是万箭弹 第三层就是巡弋飞弹 这样把建构把我们的防护网 从我们弹岸 整个推到对岸去 那我们现在谈谈海马斯 海马斯我刚刚大概提了一下 就是说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弹头 它不但可以带一般的高爆弹 燃烧弹 甚至电磅充弹都可以带之外 它最经验的一件事情是 它所造成的杀伤面积 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 跟梁晓哥咬的时候 打不准 它就是打不准 但是它打面 它那个面有多大 身大概两百公尺 宽大概一公里 这么一个一万 十二万平方公里 它不是打点它打面 十二万平方公里 里面有多少颗那个弹 火箭是母弹 它打多少只 七千个以上 就我刚刚讲的高爆弹 带了七千个 就撒在这个面上面 这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真的耶 好可怕 也就是说 比起来就毛骨悚然 比武汉肺炎病毒可怕 今天如果说 我们这样说 如果说军天有一个 他们在港口 有军舰或者陆战队在集结 我们一个两百公尺深 一公里正面 啪这样打过去 还活着不多 全部人就拜拜了 还活着不多了 我这样才活着不多 那从这个点来讲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建制这个武器 刚刚自己提到说 海港 那我们往内推 机场也可以这样破坏 那对我们这台海王 就往上提升了 所以真的也提升我们 嚇阻的能力 但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 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说 能够建构防护网 可是这时候美中 对抗情势升温 江启臣却跟蔡英文讲说 你要谨慎面对 你不要把台湾变成弃子 来 对我觉得国民党的态度很有趣 特别是江启臣在他脸书 他写到了这四个字 叫做美路变局 那就有网友问 那到底美路跟阿华田 你是爱喝哪一种 就很奇怪 就为什么江启臣 中国这个字 他就是说不出口 就一直美路美路 对就美路 你到底美路到底捐了国民党多少钱 没有开玩笑的 就是说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 就是说从你称呼中国的用词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意识形态 像我们包括我跟静怡我们都好 我们大概我们都称呼他叫中国 没有我们尊敬他 对因为美中 人家的国家名字要尊敬 其实中国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因为他的正式的国民就叫中国 那反而是国民党比较看不起 就叫人家大陆 大陆喜斗一喜 非洲大陆南极大陆 美洲大陆还是欧洲大陆 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个大陆 那你老是一天到晚叫人家大陆 那中国这个国家也很奇怪 中国所有的涉外单位 他在对外发言的时候都自称为中方 但是只有国台办会自称为陆方 或讲到台湾的时候 他会自称为陆方 所以这个中国国民党 跟中国共产党真是割凉好 也就是说现代的 回过头来讲说台湾的防卫实力 除了我们需要可以自我保护的这些武器之外 全民的心防是很重要 就是说全民 就人类有战争以来 我没有看过哪一个国家 当他的国家内部不团结 他可以打赢这场战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说对待中国的态度 国民党跟民进党 因为台湾这两个主要政党 他是不一样的话 那这个对中国来讲这是最好的机会 不要讲拿花连港 他把台湾拿下来 都基本上都不会太困难的事情 可是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面 此刻面对最严重的问题是说 中国国民党你到底 张继承原本我对他是有期待的 因为他一开始讲说九二共识是历史文件 我当时还给他鼓鼓掌 我还一直支持他说对你要挺下去 可是现在不见了 对 对好 那如果你还你还在讲九二共识 那九二共识已经被习近平已经定掉了 叫做他这个国家统一的 就是一个中国前提下的九二共识 他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时候的中国国民党 其实你要去很严肃的去面对 照理说在野党 你应该去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现在美中在冲突的时候 你当然你要提醒执政当局 你要注意不要变成棋子 我觉得OK这都善意 善意提醒 对但是你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政府一个好的建议 比如说当美中在对抗冲突的时候 台湾可以站在哪里 台湾的地位是什么 很多人讲说这个两边不要选边站 我跟你讲 台湾在美国跟中国之间没有选边的问题 我们只能靠美国 难道你要靠到中国吗 因为中国是要併吞你的国家 你怎么可能去靠过去呢 所以我们只能往美国这边靠 只是说在战术上战略上怎么做 要获取我们台湾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个其实是在野党责无旁贷 应该要提出来要提醒执政党 也要建议执政党的 所以刚刚你晃哥讲一个重点吗 你就说真的有这个对外情势很紧张的情况之下 在内部一定要先团结 对啊 所以这个大陆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 我也觉得 我觉得这样讲不公平 不要随便扣帽子 那这样你就叫中国嘛 第一个事情我们其实这样讲 非常糟糕 你大家现在都讲叫美中关系 不会有人叫做美陆关系啦 其实美陆 因为大家比较常用的词叫欧陆 美陆 美陆叫做美洲大陆 欧陆是欧洲大陆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他其实为什么要特别这样用 因为这不是一个习惯的用法 所以特别这样用是很小心的 避免用中这个字 那你在这一个言论里面说 我们不要成为弃子 意思就是什么 好像其实可是这样看起来是 你很怕被中国骂说 你不是我的 你没有乖乖听我的话 你为什么直接把中的这个字给讲出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昨天开玩笑 哭手半天 事实上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是 你连他是中国你都不敢讲嘛 你连中国你都不敢讲嘛 但是站在一个 他是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 而且他是台湾过去这五十年来都他执政的 那我看了一下江主席他的这一篇 他就是不但提醒 他讲的东西我觉得很温情 就是说现在有的国家疫情很严重 然后中国现在淹水很严重 所以大家要彼此为了人民为念 所以主席你的意思是说跟美国说 最近饶了中国吧 大家先对他好一点吗 我觉得你在看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说你对于政党的期待 是他认为台湾要往哪里去 那在这个所谓正在全球这么重大变局情况之下 好你是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 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觉得在他整篇的温情论述里面 其实你看不到 雷姐简短补充 雷姐是这样的江主席他点出了这个点说 台湾不要变成弃子 是有他的典故 因为美国曾经抛弃过我们 美国曾经在那时候中美断交 那时候跟我们建交的时候就抛弃我们 那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要把很多武器卖给我们 我们都很清楚 当然基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好 第二个因素是因为他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 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的话 他整个经济下滑 好 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看看现在中国天灾人祸 内外交迫的情况之下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他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 强调说要帮助农民工就业创业 然后也说要稳住外贸 稳住外资 所以外资跟订单真的跑了吗 中国的外资跟订单 你说马上大幅跑还不至于 可是他会慢慢慢慢流失 这个流失当然会跟美国的中国包围有关 这次中美的对抗 他不是 你不能承用纯金式的角度 你必须要从科技 从贸易各方面去看他 简单讲 这一波的矛盾是建立在 中国在2010年 当他的总理经济超越日本之后 他下一个目标是要超越美国 所有的矛盾都从这个地方开始 包括台湾的位置 为什么后来变得重要 李克强因为下一次不会是总理人 他的任期已经满了 所以你看得到李克强是比较务实 不只是如此 包括未来的发展 习近平上次约见企业界 要涨内循环 李克强就是反对的 可是李克强的反对有没有用呢 可能没有什么用 可是李克强的路线 其实对中国是比较务实的 而习近平的呢 如果习近平的尝试是错误的话 他对中国会是一场灾难 因为他到时候就不只